各位網友,大家好,我是吳仔 這一節跟大家公佈 我最討厭藝人 我最討厭戚測最差表現大獎 我最討厭女歌手,我最討厭男歌手 有些怕犯了《安法》的主管也蒙了他 一個叫幫港發聲的Facebook 他做了一個民選,不用入場買票投票 很多人都衝進去投票,他真的點票 7萬多票,剛剛姜濤拿了大獎 我最討厭戚測最差表現大獎 今天會講講新聞和獎項的名花得主 請大家給個like支持我們的廣播 每個小時都有新片更新 這一節,我們先恭喜姜濤 很厲害了,嘩 是不是枯皮? 他說一千幾萬,一千八百幾萬 入了一個單位 嘩,有錢到呢 嚇死人了 很多人都很羨慕 有些人說,哎呀哎呀,那些傢伙 被人騙了 我想姜濤置業的堂都應該表示歡迎 姜濤買樓買哪裡呢? 雙起臨門了 又買樓又多了那個叱測我最差表現大獎 很厲害 很厲害 不知道是不是 這陣子被人欺負得多 買些東西呢,就調整一下自己的心理 港島西區海景兩房 一千八百萬 登記買家為姜濤 一千八百萬逆手 這些時勢在香港買樓 買住先 擺住都可以的 是不是? 再跌些才買好些 其實我覺得 有幾大啊 一千八萬 早前多次透露想買樓置業的姜濤 市場消息透露 死了 告訴你 連他現在住在哪裡都知道 藝人是沒有私隱的 你經常討厭別人的事 這些明星都挺討厭傳媒的 你說人家討厭 你覺得你討厭嗎? 我住在哪裡 你剛剛買的還沒入伙 你已經說了 等一下告訴你 西環唯一 唯一 唯一 一個海景兩房單位 就是姜濤入市 662呎 這麼小 一千八萬 有沒有被人騙錢? 真的貴啊 超貴 662呎 一千八百萬 有些人說貴不貴 看同區 什麼 性價比不值 你要在香港走多些才行 你大埔有些深山各的 一千一萬年車位 一千一百多尺 省了幾百萬 拿來買基金 什麼都好 有些年輕人也是 賺到錢 但不懂得投資 唉 總之 儲了他做福利息 五年收回息 都更肥肥 玩錢玩到出神入化 Ivan Sir 我現在看這個投資 就好像衝動了 反正你這十年都沒有什麼 出去玩的 買一層樓在香港 買一些貴的都可以 買完樓先 買一些法拉里 買一些勞力士 阿吳卓希也是這樣 我說什麼 赤價都兩萬七 每次入市 只給稅都給了67.5萬 只交稅都67.5萬 給政府 佔樓價3.75% 首次是置業人士的稅款 這個 真的沒得付 我那個 我那個 放了我那個稅款 很漂亮 不過當然跟別人差很遠 價錢也差4倍 我13.8萬 他67.5萬 說就是交稅那裡 有點小小 他經常說 30歲前買樓 現在提早七年達標 23歲的哥哥仔 能夠可以在23歲 達到香港人 這個叫做 這個叫做主線任務 拍攏手掌 好厲害 姜濤好厲害 真的讚的 真的讚的 以香港 大眾的 價值觀 是聰明 23歲 你要知道 抽到一間 居屋都很厲害 1800萬 你猜是普羅大眾買的那些屋 不是普羅大眾買的那些屋 是人家便宜的時候 升值升上去 被他摺了火棒 大哥 香港的樓屋怎麼這麼貴 以前 剛以前會升值 前景是不是這麼明朗呢 有些人說 北水下來嘛 開了關就可以了 我現在在泰國 泰國都還沒得 我走一走 我以為會有很多內地人 不是啦 頭一陣子 又是頭一星期 有些人 咦? 今天是星期一 我今天是星期二錄 星期二出了一條片 沒什麼人 沒什麼中國人 不是你想像中那麼多 沒什麼想像就先放著 磚頭比較穩陣 他以前經常說 姜濤一層自住一層收租 一層自住一層收租 你便會窮 做個普通人 錢不是這樣玩的 有一層樓的錢 當然是拿來收租 也有很多方法 嘿 年輕人 所以真的 很多做明星 經常說 出到世界 認識很多不同的人 經常覺得自己什麼都不認識 你根本沒有接觸過外面的事情 我剛才說的 福息滾泉 基金 他們完全不知道的概念 我以前也不知道 一不就做 有就做 那就只有做 辛苦的 也辛苦的 他就 但是做得對的 這個決定 因為他第一塊錢 拿來買這個樓 不過六百多隻 如果我給仗 我是他 我也不會 但是一定會把錢 變成一個有價值的資產 這個是做得對的 好了 講到這裏 就賀一賀他 和大家講一下 那些滴答 滴答樂壇 這個頒獎禮 搞了兩年 第一年有講 第二年 剛才說的那位主人翁 他就拿了 我最討厭 戚叱差 最差表現大獎 他得到七萬七千三百九十一票 一人一票 認清事實 就是說他做得不好 有些果仔說他 你唱歌的時候 你唱不到部分 用勾喵 掩飾自己唱不到 喵都喵到走音 是這樣的 是的 近來又被人拍到他 說他打球 一人目測他 說是二百多磅 拍了幾個動作 他跑來跑去 你說他膝頭做的手術 有人說 是不是吹水 是不是握架子 是不是這樣 為什麼可以去打籃球 還有 你傷心在櫃那裡也是 其實不是很傷的 可以這樣櫃下去 那就沒得說了 這個是投票投出來的 有人說 那個小編都怕我們這樣 是犯了警安法的 不做假的 但是都一樣是會被人攻擊的 有人說你玩命吧 簡直就是巴克姜濤這個位 但是我認為 因為全年沒有什麼藝人發生過這些神經事 如果你說 可能是杜汶澤那時候 坦剔的那個年代 都可以跟你鬥一下 但是現在就沒有了 所以姜濤這個一枝獨秀 單打獨鬥 好了 講到姜濤 我們講到那個 我最討厭男歌星 好嗎 對了 其實只差一點 姜濤就再次得冠軍 只差一點 好少好少 他說跑第二 我最討厭藝人銀獎 姜濤 六萬三千五百八十四票 是的 因為他說圖片 違反了這個警安法 就被遮蓋了 所以就沒有了他的樣子 我們就講一下冠軍 其實我覺得冠軍 是未必輸給姜濤的 只不過是譚詠麟做了這麼多年人 他的hater比他多 是的 因為今年其實沒有什麼表現的 譚校長 譚校長前年就厲害了 陳思 今年就沒有什麼你不知道 沒有什麼事 但是姜濤呢 又肥了 唱歌 又叫 叫完又走音 又下街 大大舊 所以就 沒有了 後起之秀 如果再繼續下去 恐怕明年 都一枝熟 獨獸單打獨鬥 後面那些 都望塵莫及 追不到你那個 我最討厭的程度 會不會呢 但是我自己心目中覺得 他這個人 都不是這麼差而已 說到第三位 其實這兩隊馬匹 第一、二名的馬匹 是彈掉了第三位 譚詠麟有66,274票 第三位是陳小春 陳小春有43,069票 你說他肚不肚厭呢 他一直都是這樣 現在的樣子又老了又巢了 不簡單的 老婆也會辣辣辣的 好了 說一下女歌手 說完男歌手 女歌手 金功了 好像楊千華拿了冠軍 Oh shit 楊千華 是不是呢 金獎 如果我沒有記錯 楊千華金獎 第二位是林二汶 這三個激烈 同獎第三名就是肥媽 他們的票數三個 不欠兩千票 楊千華是95,607票 第一 林二汶是93,657票第二 而肥媽是92,752票第三 他們都很不相百中 我自己心目中 如果這三個我自己想 我覺得最討厭呢 其實三個都不討厭 真的 但是看樣子 我自己說的 就是林二汶 沒辦法 人是要認命的 人是要認命的 有些人呢 天生是很美的 就是你為非作大 啊 講了粗口 啊 什麼什麼 一些有錢人呢 就包 就是要 包你三餐 接你回家 這樣意思 啊 你不要理他 背面裡面怎樣 但是他皮囊漂亮 不知道他上世做什麼好事 但是有些人呢 他樣子是不美的 其貌不揚 更加需要呢 用多一點的功夫呢 就是去 散發多些正能量 不要假裝那麼多 如果你說要假裝到大師款 各樣呢 我覺得做人要謙虛些 謙虛些 讓世界大家融和啊 接受啊 各樣 但是呢 賺錢呢 都沒有說是對還是錯 但是目標實在太明顯了 還有呢 你說林二汶呢 每個人的宗教呢 是 是真是 不可以去 怎麼說 淺踏 或者怎樣 不過你的宗教呢 拜財神 各樣 我講了這麼久 娛樂新聞 膚淺了些 就是你問我 是的 有些是 不 你只是為錢 怎麼搞錯 爺教你都為大愛各樣 佛各樣 都有不同宗教的信仰 道教也有 長生不老之術 但是你說 道教分支 為什麼你不是信道教呢 無謂而止呢 但是就是拜財神 有的人 發達 什麼的 我心想 不要說這麼囂張 我講另外一個 例如大樓走過 有些人 我不知道他有沒有宗教信仰 拜財神 當你什麼 拜財神 也不會夠大樓有錢 想有錢 用什麼 就是這樣 那個思維各樣 我覺得 如果你偶像來說 別人學你這樣 就很大 我當然去看看 李嘉誠那些法績史 看看那些 正財 不是問鬼神 錢銀 你真是相信這些東西 所以他 討厭的程度 在這方面 給我的感覺 我自己就不一般 是的 另外那兩個 賺錢 都是賺錢的 但是 賺錢 肥媽那些 擺明居馬 是不是 擺明居馬 是大聲甲無準的 他肯定不是聰明的 說話經常是錯的 但是搞氣氛一流 三個來說 我最不討厭的應該是肥媽 不知覺得他很搞笑 鞋聲出來 不要打我的兒子 那些 好笑 真的很好笑 無端端站錯台 這麼有喜劇的元素 肥媽又 你說他漂亮不漂亮 我媽媽說肥媽漂亮得不得了 我不知道他用什麼準則 那樣 開心啊 你起碼看到他的樣子 但是林二汶你看到他的樣子 不開心 你又不開心 我又不開心 所以真的 這些沒辦法 人家的觀眾緣好一點 楊千華呢 就拿了金獎 我覺得他是今年 踴躍地回來開演唱會 做了很多噪聲 又說派票又說什麼 其實派票那些事情 我都說顧天樂也是這樣做 包場請人看 但是那個沒有人欺負 你做什麼都有人欺負的 那些人找你發洩 這期的trend是你的 都沒有辦法 你問我 有些可憐的 他得罪了你什麼 楊千華 你說不可以出具體 他唱歌不好聽 什麼 你唱歌不好聽 我不是說幫他說話 其實你們那些是不成理由的 hate楊千華 他又沒有資料 他一向都是這樣 但只要一天你拿來說姜濤一樣 你看到姜濤就是另一個楊千華的縮影 遲些不知幾歲的時候 他就說你廢的 他一向都是這樣 他一向都是這樣 所以我就覺得 楊千華和姜濤都是無辜的 如果你說他的演藝能力上是不行 他一向都不行 他一向都不行 什麼時候得過 是不是 神經病 好 拿了金獎了 楊千華 好 今天講完這個 快快脆脆講 我最討厭組合的 就是support moment 明白的 這些是舊幸來的 大灣仔就拿了銀獎 大灣仔就 一向有陳小春 可能會搭高一點 其實最討厭的是support moment 他們認為 可能有些人覺得搖滾叛徒 各樣 賺錢而已 他賺錢而已 他賺錢而已 這樣而已 你覺得他不承認 你覺得他不是我心目中的樂隊 你不要聽他 算吧 大家 原盡 有些人都沒有聽 好像Beyond 你之後 都不聽 但我們不用特地說 你什麼 對 不用 我們以和為貴 很驚訝 這個aftercast 竟然可以拿到 是個銅獎 aftercast 有閻明熙和姚卓飛 你們很討厭他 不過票數差很遠 第一位是66,000多票 aftercast是13,000多票 所以也不是太厲害 這個我再說回多些 因為 我覺得都是支力搭救 三個票數不分上下 金獎是陳百祥 22,985票 哇 好緊 影輸的馬臂 楊明銀獎 我最討厭藝人 銀獎 22,936票 和阿聶 差不夠 50票 49票 屈居第二 成龍 就去到 22,198票 和楊明 都不差過 1000票 很緊 咬得很緊 如果 傷害他人的程度 我覺得是個人的品德 譬如師生女 那些 你問我一定是成龍 如果用這些來計 我自己覺得阿聶 阿聶是個口臭 楊明起碼犯過法 阿聶不會討厭過他 但是阿聶的口是很討厭的 在沙漠當中 其實跟成龍 成龍那一隻 不是討厭 成龍那一隻 只是覺得自己帥 他覺得自己帥 大了 那一隻討厭 那一隻 真的很討厭 挑釁人的討厭 但在犯事上 應該是 難分難解 在票數上反映了出來 是的 那今天這個 不知道你覺得公不公平 公不公正 有些人說 黃營 如果真的這樣 為什麼沒有暴徒 只有姜濤 姜濤又拿了全場大獎 那你又不要這樣說 未必關顏色事 未必 我不知道 每個人想 看法都不同 恭喜姜濤 拿完大獎 恭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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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早日可以退休 做自己喜歡做的事就最好了 那些 做自己又不太喜歡 但繼續做下去的那些 就很淒涼 加油 大家這些獎項 都是一個肯定 Youtuber那裡 我都不說了 一來他未公佈 二來都沒有我份參加 有很多人說 我要算誤仔 沒有誤仔 沒有誤仔 沒得入圍 這條片馬上出了 不然等一下 隨便給我 最有參與大獎 說我出一條片都很討厭 那我就死了 好了 今天講到這裡 下次再談 拜拜